TVB艺人张震朗11月12日现身香港将军奥电视程 宣传即将进入结局片的台庆剧《留下女高音》 日前因为出轨风波曝光后避走美国的黄欣颖 还有透过社交账号发文表达了对自己连累了剧主的抱歉 不知道张震朗看到了没有呢 我有看到 其实我就想跟她说不用说对不起吧 因为现在剧已经拨打了 而且反应也不错 所以不用太担心吧 黄欣颖既然公开发声 有说她是为了付出铺平道路 作为剧中的搭档张震朗 你要不要跟黄欣颖联系一下 我觉得就是给点空间给她吧 其实我也回应了很多次 就是想给她一点空间 另外有传TVB高层 对于张震朗旅友杨思勇 是竞争对手ViuTV旗下艺人的关系 曾经向张震朗施加压力 要求她跟旅友的关系必须低调处理 有这么一回事吗 我没有看过那个报道 其实公司也不会对我有什么的问题吧 她给我自由去选择 而且我也没有看到过那个报道 不是吧 不是声就抵达了吗 兄弟们没看到过去 行李九月 我给你个人拿呢 之前我给你一个人拿过去 二人拿过来